《室圖答案》 那接下來 把時間要交給我們最重要的兩位老師 在猜之上場之前 我要邀請我們的陳老師 来帮我们一件你们的参与师 我们掌声欢迎陈立伟老师 大家午安 今天我们要释放非常重要的资讯给大家 这个讯息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觉悟 下一代会更产 我们背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跟责任 我个人从2006年开始我这一系列的著作 我在我第一本书就开始谈 我从来没有支持存在人类的世界 我非常清楚人类是地球上最优质的进化的疾病 可是我太太因为她在医疗院的时候 所以她接触的是这样的环境 在2021年6月的某一天晚上 她跟我说她隔天要去人爱医院打瘾 我们即便不支持 也没有对自己的亲人要去打瘾有太多的阻难 因为我们没有想到会那么的严重 我太太打了一个月之内她就不能走路 我当初还不认为她身体的状况跟有关系 后来慢慢发现状况不正常 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严重 结果我太太在2022年6月离开我 可是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不是因为我是受害者家属 是因为我长期都在扮演这样的角色 我在06年的第一本书 那个时候因为开始懂了一些道理 我就把马克图文这句话写在书上 这句话说给你造成麻烦的不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是你以为你知道但其实不然的事情 左边这个画面各位看到的是树根 树根上面有树干 有树枝 有树叶 在种水果的人 培育农场的人 他们发现树叶有了病变 他们会怎么治疗 怎么处理植物的病变 他们会去处理树叶吗 所有懂植物的人都知道问题的根源 在土壤里面 在根部 可是我们从这个画面看医疗 树上面的表现 就是一般人我们身上发生的病症 可是医疗在处理症后 医疗从来不会让我们知道 我们如何从生活中去改善 所以大家看隔壁这个冰山 我在课堂上分享 就是上面叫做高血糖 底下那个大冰块叫做高胰岛素 医疗透过高血糖告诉糖尿病病人 你有糖尿病 处理的就是血糖 处理的就是控制血糖 可是病人从来不知道 他只要调整生活作息 我这十多年都在从事这样的教育 所以我们不知道原因是很正常的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们原因 我们被要求去答应 因为我们被告知的资讯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 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够健全 这是一个错误的教育 可是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就好比你屋子里面有一只大象 你看到这只大象 可是你不能说 你不敢说 现在谈起很多人还觉得就可以说吗 可是你难道没有觉得这件事已经有问题吗 所以世界上许多不幸 源自没有说出口的事 就是我跟蔡凯多医师 我们和谐的这本书 希望可以带给各位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 我在书上有一篇文章 标题是请出你的正义感 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收到最正确的资讯 然后非常勇敢地说出去 因为我们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我跟蔡医师在2017年认识 我们非常有缘地在同一个月 在同一家出版社 那个时候我因为出版社的迎接 我认识的蔡凯多医师 没有想到这个缘分延续到今天 当然蔡医师被我形容成 就是美国前总统这句话 一个有勇气的人 足以代表大多数 我可不可以借由各位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蔡凯多医师 谢谢 这里我今天要欢迎远道而来的嘉宾 从云上面来的云林来的 云林同乡会的朋友们 请站起来 我们的理事长 丁理事长 跟我们的王副理事长 他们当机给我提起 也是我长期回到我的故乡云林 去议证的 还有巴西的朋友 from Brazil OK 我们在这里也还有帮他们同步口译 我们等一下学一句巴西话 巴西的问候 大家好 那叫做 Hola tudo bem 大家一起讲 Hola tudo bem 因为我们当医生 收钱就是要办事情 办的事情就是要跟你说明 说清楚讲明白 欢迎光临三真健康大讲堂 三个真理 上一次有去听过我演讲的群聚的时候 为数不多 很多人都想说 就不要听第二次 我什么时候讲两次都一样的 我的教授 杨荣森教授 跟我们念 开刀时间念了四个小时 没有一句是重复的 我们杨荣森教授 帮我的书写序 他是我们台大医学院第一名毕业 考进去第一名 毕业第一名 当教授也最年轻第一名 当主任也是最年轻 今天请到杨教授的同期的 林高田教授 大家来 这是我们国家的前辈 好 三真代表讲堂 为什么要讲三真呢 因为再多大多数人都打过了三真 对不对啊 打三真的举手一下 没关系 三个声没来 我们在三真讲堂里面呢 讲了三个真理 第一个真理就是说 自然免疫力 赢过药厂的保护力 第二个呢 真理叫做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恐惧会造成免疫力的下降 大家那时候也是因为恐惧 所以免疫力自然就下降了 有人说 不打没事 打了呢 就得了 这个是恐惧造成的问题 什么叫做神跟你同在 这个你的横膈膜 可以控制你的心跳跟呼吸 那我第一次上讲台的时候 也是心跳很快 踩踩踩踩踩踩踩 买手 买去送亲 我现在就比较没感觉 有一天你万一被我Q上来 心跳一直跳的时候 我教你怎么样让他 跳慢一点 不是不跳 跳慢一点 这样做 有口罩的 暂时拿起来一下 进气的时候 如果你经过口罩的时候 是有过滤 但是速度太慢 进气要快 要快吸两次 吸到这个横膈膜 口罩有的一定要拿下来 不然你不知道 冷空气直接进入这个脑门 是什么感觉 这样子 吸到最饱 你只有两秒钟 吸到以后 这个叫做横膈膜 然后这个横膈膜 会控制你的心跳跟血流 然后开始吐气 吐的时候要五秒到十秒 慢慢吐 但是不可以消风 不可以这样子 你只要做三十次到五十次 你就心神安定 你的神就与你同在 这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最好用 我的病人高血压的 我叫他做三十次的这样呼吸之后 他血压自然就降下来 所以有的时候 人是被吓死的 很可怕 我跟你讲 媒体更可怕 每天跟你讲 洗脑 所以今天开始 慢慢的吐气 听我讲一下恐怖片 这样好不好 第三个真理 我们已经会怎么样子 控制你的恐惧情绪 有风险就应该选择体 叫个别差异 非常安全 才能是非体 集体强制 这个就是真理 如果有风险的事情 你一定要让人家有选择 比方说台积电股票好不好 好 但是他有没有风险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风险 所以你可以强迫所有台湾人 买台积电股票吗 这就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只要有风险 就一定要选择 那消防检查 有没有很大的风险 没有嘛 所以消防检查 一定要强制 因为这个关乎人命 所以选择体跟是非体 是非体就是有或没有 选择体就是ABC 这样都有 懂吗 这是不是真理啊 所以也有一个人跟你讲说 这个是一定要 你就问他 有没有其他选择 大家跟我讲一句话 有没有其他选择 要有这个智慧 经一世长一致 如果没有其他选择 必须是非常非常安全 三针有性 流感新冠 肺炎炼球菌 秋冬繁疫 以三针有性 目前更要的充足啊 提醒六十五岁章者 最好打满三针啊 获得足够的保护力 我们要问什么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一定要嫁给我 你一定要嫁给我 对不对 没有你我的死 怎么样 没有其他选择 是不是 大家一起念 就是病原体 能防传染 才能叫 要非常安全 一ppm 百万无一丝 大量施打 健康人使用 什么叫安全 万无一丝不叫安全 百万无一丝才叫安全 大学的时候 我跟我儿子 差不多这个大的时候 那时候很想交女朋友 我们班有一个 把妹超级厉害 大概十分钟之内 就把我上了 我们一个同学 两个刚好差一号 他说 张耀仁 我看你很高兴 我那个对一个人 把妹都这么厉害 他说对 我大概是他的 一个ppm而已 一个ppm就是 百万分之一 能把一百万个 我把不到一个 ppm就 parts per million 要这么厉害 百万无一丝 你才可以健康的人使用 为什么药物跟 不一样 药物是生病的人 你就会死 你用这个 虽然会死 力大一弊就好了 但是 健康的人打 只能够百万分之一 这个是我小时候 吃过的 叫做小麻痹 有两种 一个叫沙克 一个叫沙冰 我还有印象 那时候小麻痹 很流行 一个就是打针 一个就是用低的 哪一个比较 雌眉三目 好像是吃的 比较雌眉三目 要会看面相 你看我 有没有雌眉三目 好像有 可是我是拿电锯的 产生的抗体 沙克 叫IgG IgA是口 一个是叫做GG 一个叫做GA 到底是怎么不一样 一个就是打针进去 直接到你的血液 一个是透过你的黏膜 这是不是又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小心 不是都一样 我们台湾要说 就是有那么差别一点点 小麻痹 IgG注射 IgA是口 沙克的缺点 就是需要注射 非活性 无法根治 1982年 台湾大流行 2000年 口服已经根除了小麻痹 所以2000年以后的小朋友 大概是不用再口服 但是还有再打 那沙冰的优点 是减轻的活毒 口服方便推广 病毒由粪便排出 间接接触 具有联盟保护力 所以沙冰有什么好处 刚刚有一个小朋友 在患尿布 对不对 你患尿布 它只要有D几滴 你也有免疫力 但是问题 药厂就收不到钱 所以它从粪便排出的时候 全家都有免疫力 IgG跟IgA 大家记得 Gg是一个 Ga是两个 那一个存在血液里面 一个存在联膜里面 那在里面 就打入肌肉的 就好像把炸弹放在家里 这是炸弹放在联膜 放在门口 所以两种 两种问题 两种不同的防疫基准 培育不同的免疫 占疫也有不同的结果 天然免疫力 有三道的防线 那鼻腔联膜 叫Mynchosa 皮肤叫Derma 肠道的菌项 叫Microbiota 我为什么就用阿阿阿 最后 因为这个不是英文 这是达丁文来的 那我要讲的三个防线 皮腔的粘膜 口腔粘膜 还有什么 皮肤 还有你的肠胃道 这个肠胃道里面的细菌 其实可以保护你 IgG4 Related Disease 抗体越多 造成更多的纤维化 这个跟纤维化 跟很多人的病有关 所以抗体不是越多越好 可能会伤害你自己 这个当中 也会产生血酸 什么怪病 这个图是胰脏 箭头那边 这个会抗体过多 会引发纤维化 那这个IgG4 如果大于135mg per decil 就会造成抗体过多 那这个纤维化 很难搞 所以这个 打了以后 说实在我们骨科的病 变成很难医 真的有难度 三针有幸 妈 对人最好的医疗产品 不一定能够存活 医疗市场留下 对厂商最有利润的产品 这样了解吗 所以沙冰 现在不太有人用 通通用沙克 然后要几何几 几何几 都打一针 要打几针 算很清楚 所以没有的病 现在可能也在打 所以大家要知道 最好的不一定 是你买得到的 因为市场上所存留的 只是对厂商比较好 所以你要买的东西 好的东西买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天生父母给的 人人都有的 就不能卖你 我说太阳很好 你去买吗 不用钱 所以不用钱的东西 有的时候是最好的 有的时候也是最贵的 那自然的三生有性 就是三道防线 那打针呢 没有经过三道防线 这个三道防线 上面有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叫做APC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抗体呈现的细胞 就是免疫系统的门法 简单讲就是说 你这个身体是一个豪宅 这个豪宅一定有守门员 有管理员在前面呢 跟你看管 绝对不会随便忍进来 你没有经过他的看管 就进来的 绝对会有问题 你们家可以随便让人家进去吗 当然不行啊 对不对 那你的身体 怎么可以随便让人家打针 更不行 你的身体 就是你灵魂的住所 所以不可以随便让人家打 这样知道吗 那三道防线如何强化 第一个是鼻腔粘膜 我们刚刚的那个 闭口用鼻呼吸 大家已经有检视过了 我最近有一个病人 他出去玩 要玩一百零几天 他要去那个南极 他说 再一次怎么办 我要去那么久 都在邮轮上面 我要怎么样保护我自己 我说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把嘴巴贴起来 强迫自己用鼻子呼吸 不要戴口罩 因为你呼吸的时候 你只要嘴巴贴起来 你就有一个很好的过滤器 不要嘴巴开开的睡觉 并从口入 如果你醒着的时候 嘴巴闭起来 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口相联谋 要扣齿 扣齿功 有没有大家听过 站起来 今天什么都没学到 这个一定要学 叫做扣齿 要扣几下 答案是要三十六下 扣到你 有点点口水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嘴巴闭 嘴巴开都可以 扣快一点 他会散口水 散口水以后 要一口这样把它吞下去 有的人是嚼口香糖 但我不是很建议 因为有时候 假牙会掉下来 大家请坐 这个对大脑很有效 快吸两次 吐五秒到十秒 那皮肤如何强化 大家一起念 起肌母皮 也由修复 刷去老皮 起肌母皮是台语 叫起肌毛皮 因为我们皮肤 有一个肌肉 叫做树毛肌 这个树毛肌 如果你起肌毛皮的时候 你是运动到它 我自己是这样做 大家可以参考 早上起来的时候 冲一下冷水 一点点就好 稍微去肌母皮 这样就好了 大概两分钟内 回去试试看 完了以后 你再抹一点椰子油 然后刷的时候 我们用那个刷子 把一些老皮给它刷掉 特别是脚底的 肠胃道如何的强化呢 第一个方法 是咕噜咕噜 等到晚餐要吃的时候 要问自己 有没有咕噜咕噜 好不好 没有咕噜咕噜 今天晚餐不要吃 好不好 除非有人要请 咕噜咕噜 然后多咀嚼 要吃的时候 多咀嚼几次 就跟扣子一样 第三个就是 初食跟生食的酵素 这个立伟老师是大师 我跟他一起做过 21天的断食 你如果能够 好好的把这个 肠胃道的菌弄好 它会产生一个气 叫做丁酸 这个东西会让你有能量 肚子里面的脂肪会减少 那我们糖糖 都有很多分泌物 分泌物不是疾病 分泌物只是症状 它就是我们的通讯兵 所以大家不用怕 我爸爸说 那个823炮战的时候 死最多的就是通讯兵 那这通讯兵死掉 你好好的珍惜它就好 那这个就是巨大细胞 巨大细胞完了以后 要交给第二线的T细胞 B细胞 然后最后再去做抗体 所以你第一线如果没有守住 那后面就是兵败如山倒 所以千万不要让人家 直接打进去 这是会有问题的 ABC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对每一件事情的记忆都不一样 不相信 你去问一问 上一次来听我演讲的人 他听到的都不一样 因为他听到重点不一样 因为他的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也可以在门口问说 今天听到什么 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的剂量都一样 他不会代谢 他只会记住 会造成自体免疫的病 如同台湾以前的蛋挞 大家都想要吃 最后好像快要消失 那皮肤的毛细孔 都是一种APC 肠胃道里面有一个 叫Pairs Pitch 这个就是小肠要吸收 那时候就像移民署一样 他要检查 所以你吃东西 如果吃错 肠道就负担很重 所以不要随便把东西吃进去 一定要听一听 看一看 闻一闻 这我们人体的本能 负重的案例 一针都不行吗 有救吗 药物就是毒物 不要同时吃 就是病原体 身体一次同时感染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的人体 它是会有问题 我的病人有得打一针就不行 同时使用多层药物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篇非常好看 一百多万人看过 这就是同时使用多层药物 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把这些排起来 英文好的话去看一看 他就说 这个是确定的 药物是阻断剂 那阻断 多层的阻断的话 一定会出事情 吃越多越糟糕 台湾平均老人 活到八十岁 一个人 吃八颗药每天 死亡之前 八年不会走路 卧床 大家千万不要走那条路 请问同时打三种 药厂对健康的人体 做过临床实验吗 它不用做 因为你就是临床实验 上去你要煮三支 人家没有规定的 它上市的时候 只说这次可以打 可是同时打三支 是没有人做过实验 会怎么样的 那三大一 绝对保护力是多少 这是2021年的数据 我曾经用过这一个 绝对保护力 BNT是0.9% 莫德纳是1.4% AZ1.9% 是2021年6月的时候的数据 绝对保护力 就是说 它用的数据 说几%几% 是相对保护力 它是玩一个数字游戏 这个教授就很实在的 跟你讲说 这个不行 发表的期刊是在Lenset 180年的期刊 很好的期刊 2023年的11月30 就是去年的年底的时候的数据 这是奥地利的数据 打地失真没有减少死亡 三个月后反而增加感染 这是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就临床上面 他们已经看到大数据是这样子 这是负面数据 负面数据你是不可能在这里讲的 不可能在媒体上面讲 连我的YouTube都不能讲 我的YouTube是不能讲这个数据的 只能够讲好棒棒 不然我整个YouTube被砍掉 大家知道我YouTube被砍掉的举手 我今天还在这里活着 这个数据不让我们讲 所以它是打混还是混打 我们也不知道 那这是最新的数据 2024年的1月3号 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卫生部长 他说他希望停用 而且他们美国佛罗里达州是停用 停用这个 佛罗里达有2700万人 美国的第三还是第四大州 停用 卫生部长站出来说 我们停 这个伤害太大 这个是奈及利亚人 奈及利亚 奈及利亚整个国家 两亿人都没有打 他奈及利亚 然后去到美国 在哈佛大学 读到医生 坐到佛罗里达州的卫生部长 这样厉害吗 中国有多重病原体 酝酿的疫情方法 这是七种病毒同时流行 这是2023年11月27号的报道 这是天然免疫力 跟药肠免疫力 他怪你 就是你把口罩脱掉了 我最近一个病人 脱下口罩我认不得他 我说 那你应该戴口罩去抢银行 不是 你应该脱口罩去抢银行 因为你戴上口罩 我就认得你了 大家知道我的冷笑话吗 我们现在说戴口罩被认得 你脱口罩 大家就不认得你了 所以抢银行应该要脱口罩 所以人生儿戴口罩 知道吗 七毒齐发 三 大家请念 七毒齐发 三针齐下 一命 我没想到 你们讲文可能都很好 这国文的教育好像很好 一命会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Dirt is good 张扬 小病不断 大病不犯 不要做饲料机 也不要做温室花朵 所以我都鼓励大家 早上只要冲一下冷水好不好 起一下鸡皮疙瘩 不要冲全身 你冲一下手就好了 不能洗个脸也可以 像我这样子冲的 一定要经过练习 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好不好 冲一下膝盖以下 手肘以下不会怎么样 你摸到水龙头就鸡皮疙瘩了 你就可以停了 这样好不好 七毒齐发 你为什么不平常负一点 一次负七种 你怎么负得起 像我女儿有点感冒 我的处理方式 就是爸爸给你亲一下 爸爸不可能戴口罩 对不对 要沾下去 这样他的病毒 就我的病毒 这样子就解决了 不然我要去二幼儿园 常常感冒 回来我当然是要沾 我们再来要进入一个歌曲 这个无敌铁金刚 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要汉而势力来对抗 有智慧 有胆量 越战越坚强 科学的武器在身上 身太高高的鸡石掌 不怕刀 不怕强 勇敢又强壮 打败双面人 外手都杀光 大家都成长 无敌铁金刚 铁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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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唱 无敌铁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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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金刚 铁金刚 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要和势力来对抗 无敌铁金刚 无敌铁金刚 越战越坚强 科学的武器在身上 真才高高的实际长 不怕刀 不怕强 勇敢都强壮 打败双面人 怪兽都杀光 大家都成长 无敌铁金刚 铁金刚 铁金刚 无敌铁金刚 无敌铁金刚 不小心暴露了年纪 伪装这么成功 这一首一唱出来 马上大家都知道年轮 现在鼓掌的代表 都已经超过五十岁 谢谢 有鼓掌的等一下找我一人领五百 刚刚跟我唱歌的 是我的国中同学 演唱是非常好听的 那这个就是你的天然免疫力 不怕刀 不怕枪 勇敢又强壮 这其实就是我今天讲的免疫力 你的免疫力 就是你的无敌铁金刚 所有的东西 经过你的免疫力的门房之后 它就会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身体就可以跟它和平共存 千万不要直接就进去 那个会有问题 有问题吗 蔡医生您好 我想要为很多年轻的妈妈来问你 就是如果新生的宝贝可以打一般性的演讲吗 答案在下个小时的演讲 大家更快去训练 没关系 你有拿到理由 我想请教 因为我是为了一句话来的 我从高雄来 那我也是第一次被检验 因为血尿被检验 他就说我肾癌第四期 我没有 我真的以前就是在意识的粉丝 所以我坚持都到底没有答案 那你妖言或中 没关系 但是这个血尿减出来的第四期 他说要死了 没有腰只剩一种 你要问那个医生 他说没有腰只剩一种而已 你要问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今天我有学下来 癌症 我要讲一下 癌症要做规则的断食 就是像我呢 一个礼拜有一天不吃 三个月有三天不吃 一年有七天连续的不吃 打残期 类似像这样 那我跟立委老师 我们三月三号 还有演讲 三月四号以后 我们要做一次连续二十一天 五百个小时的断食 我去年已经做两次 现在还活着 所以癌症的治疗 有其他的选择 大概是这样 感谢蔡医师 保护我和我的家人 让我们没有打 那我要请问 像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继续吃 伊维菌素吗 伊维菌素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很老的药 德国诺贝尔奖 如果你要吃的话 大概一个礼拜吃 一个豆子就可以 伊维菌素 它是一个细菌发酵的东西 它的故事是说 从那个日本的泥土里面 而的发酵食品 所以你一定要 要让自己的肠胃 倒是很健康 所以伊维菌素在 奈及利亚 我刚刚讲那个奈及利亚 他们没有疫情 他们规则有在服用 你好老师 那个就是我们会碰到 这样的问题 就是强制性的叫你打 就特别小朋友 我们也不希望小朋友去打 但是老师说 你不打就不可以来上学 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怎么选择比较好 我在疫情底下 开了很多不用打的证明给我的病人 我开了很多 有人在我那里开的请举手一下 好 谢谢你们支持 我保护费 我收100块会不会太贵 规定是这样 都有例外 就是说你的医生 只要有一位医生站出来说 你可以不用打 因为你是例外就可以了 台师你好 我要问的问题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已经 照政府给我们打了三剂 都不同的混打 之后我们还有办法 把这个毒给排除掉吗 其实我也没有答案 真的 为什么会没有 我下个小时会讲 老师好 非常高兴看YouTube 还可以亲自见到您的面 我想请问您就是 如果刚生宝宝的妈妈 她打了一个 那她可以喂婴儿母奶吗 这问题我还没有研究很深 但是她会在母乳里面表现 那除了母乳以外 有没有比母乳更好的选择 这我还要再研究 你的母乳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不是那么完美 毕竟你生了它 那过去做过的事情 没有办法吃后悔药 就这样而已 另外要问两个问题 问医生要问两个问题 注意听 趁着这个机会回答 第一要问 这会不会死掉 这个会不会拖 要死不活会不会拖 所以要问会死吗 会拖吗 如果这两个都不会的话 就比较放心 但会不会 我说实在 因为我没有哺乳的经验 这个数据我还没有看到 谢谢 日常生活中许多人用药物手术 来解决骨科问题 但你有没有想过 还可以唤醒身体的治愈力 来根治骨科的疾病呢 大家好 我是蔡凯特医师 欢迎加入肌肉骨AI课程 将近30年的临床经验 我看到患者在药物手术后 获得短暂的舒适 一旦出现后医症 患者将痛不愈生 因此我融合最新的AI技术 设计一系列简单的动作 来唤醒身体的治愈力 全民健保的骨科诊治 以药物手术为主 可以短暂的缓解症状 但很难根治疾病 在这8小时课程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骨关节的基本 解剖 生理及临床病理 并借助AI技术 指导您完成每个动作 达到最佳的效果 让全民健保 升级成为您的全身保健 记得在台大咖喬房王教授说 我们骨科是修理业 在这里我们将以浅显易懂的故事 如同修理业的导游 带您认识自成人籍 提醒关于骨质疏松 肌扫症 股尸肩 股指外翻等常见的问题 让我提醒您 避免错误的动作 强化正确的知识 无论您是要解决肌肉痠痛 或者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 这就是简单易行 实用有效的西游股AI课程 我是阿寿医师 让我们一起唤醒身体的治愈力 痠痛不见 全民保健 我们课程见 对于课程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在8月正式开卖时回复通知 感谢